惊魂马西兰躲猫猫最强点位 学会了追捕者根本抓不到你 今天这不是逃出惊魂夜又出了个新闻法吗 共鸣刺激就是躲猫猫 不仅有12人场 而且还有24人场的对决 这要是玩起来 那得有多刺激啊 说干就干 本想做一把躲藏者来着 没想到 既然直接匹配到了抓捕者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从抓捕者的角度 告诉你们几个 最容易藏躲藏者的点位 游戏开始 出门之后我们直接使用探测仪 探测出门点右侧的区域 大概率都会有老六藏在这里 如果没有 随后我们来到木屋的这边区域 不要犹豫 直接使用抓捕 本以为就这一个老六藏在这 可万万没想到的事 等会儿 刚刚是不是有跪的洞了 好家伙 你小藏在这儿呢 成功双杀 除此之外 就是马戏团中央的这边区域了 等会儿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三个火轮 你是怎么想的呀 直接抓捕它 以及地窖的区域 也是非常容易藏躲藏蛋的 以及地窖上方的二楼处 这么多的门 该不会都是优尔吧 果然不出我所料 全是假的 不过好在下落那一刻 却碰巧发现了 想要逃跑的躲藏蛋 一发变异术 直接打回原形 最后也是成功拿下比赛 哎 你的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不过这也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作为躲藏蛋的我们 究竟怎么藏 才不会被抓捕蛋发现呢 由于开局 俗话说的好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直接来到抓捕 只是重生点位 利用更换伪装 变成一个有违和感的物体 就比如我们的路灯 简直是绝了 哪怕抓住我们出来 也根本不会在意 我们这个位置 等他们一个个都走了 我们再利用隐身 迅速躲进抓捕的出生点 继续伪装我们的路灯 此时 我们只需要 静静的观察外面就好了 大概率 这里也不会有人来的 如果我们被强制变身伪装了 我们会在有限的时间内 迅速变往其他的围装 越小越好 此时 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最好的结果就行了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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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